曾志伟被韩颖划爆出是信心惯犯之后 好友谭永龄为曾志伟辩解 说她应该没这个能力 但韩颖华老太太果然不简单 立刻在微博准发网友留言 指称谭永龄也不虔诚 说谭永龄和曾志伟创办明星足球队 经常来内地表演 但实则却是来内地寻欢 并称事实就是事实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 彭浩翔自编自导 曾志伟 陈小春 杜汶泽等主演的电影《大丈夫》 里面讲述的正是四个男人 背着自己的老婆女人 出来玩女人故事 莫非曾志伟和谭永龄正是故事原型 如果说办足球队内地 寻欢还只是未经证实 但谭 校长的另一段黑历史 却是榜上钉钉的 那就是三十年来 她一直有两个妻子 谭永龄除了一人身份之外 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房产大亨 她的房产遍布香港 上海 广东各地区市 以及美国 加拿大 泰国 马来西亚 谭永龄说自己投资就是完全受传统观念影响 中国的上一代会说 存的钱拿来买砖头 砖头指的就是屋子吗 最早我在温纳略队那边赚了钱 就立刻买了五个房子 到现在还在 除此之外 谭永龄还在马来西亚沙巴投资木材 在香港入股过石油器 天然气的供应站 还开过中介公司 做过网络电视 曾经是四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兼主席 根据测算 谭永龄目前的身价近十亿港元 但谭永龄没有强调 或者说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 这些都是谭原配太太 杀你 杨洁威的功劳 杨洁威比谭永龄小五岁 原是化妆品公司的美容顾问 而且颇为高龄 两人在谭永龄未走红时 已经走在一起 相识于一家夜总会 一见钟情 1981年 31岁的谭永龄 与26岁的原配杨洁威 在拉斯维加斯低调秘密注册结婚 没戒指 没婚纱 杨洁威从此称为谭永龄的地下妻子 两人在一起之后 杨洁威便辞去了化妆品公司的职务 专心将精力投在谭永龄身上 谭永龄一旦开演唱会 拍唱片广告以至拍电影 都由杨洁威予以形象设计 他实际上已成了谭永龄 密不可缺的精力人 他在投资上更独具慧眼 在他的努力之下 谭永龄的资产增值数倍 1993年 杨洁威的父亲去世 按照习俗 杨洁威的母亲坚决要谭永龄 以女性的名义为岳父 在报纸上登附文 附文登出后 一片哗然 杨洁威挺身而出 维护丈夫说 是我坚持这么做的 与谭永龄无关 唯一一看的是 杨洁因身体原因多年来 一直没有生死 最终被 小三 承拘而入 1995年 谭永龄在歌迷会上 认识了当时不到20岁 大学还没毕业的女歌迷朱永婷 朱永婷随即成为 谭永龄的秘密情人 1996年 朱永婷为谭永龄 诞下儿子谭小枫 孩子满月那天 朱永婷让谭永龄陪伴 一同抱孩子出去晒太阳 谭永龄戴上墨镜 把帽颜拉得滴滴的 谁知还是被记者拍到照片 第二日登上个大娱乐榜头条 闹得满城风雨 2006年 谭永龄父亲谭江百离世 谭永龄为了元老妇医院 主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 承认有派太阳杰威 沙丽 吉 知己 Wendy 朱永婷 正是 沙丽一下不满意Wendy的第三者身份 为此与谭永龄争吵过无数次 最后 欣慧一冷之下 更搬指知灵成院长居前心修复 不过沙丽仍然掌管谭永龄近十一的财产控制权 日前有杂志收到消息 只修复多年的沙丽 看怕红尘 决定剃度出家 而他议会在出家前 下放掌管财产的权利 令当小三二十年的Wendy 终于有望扶正 以 谭派 身份掌管谭永龄的一万资产 现在 谭小峰已经18岁 牛津硕士毕业 不带声的高大英俊 还遗传了谭永龄的音乐甜粉 弹钢琴 吉他 打鼓样杨在行 深得谭永龄欢心 也难怪谭永龄宁可背负骂名 也要扶正小三了 不管谭永龄与曾志梅组团买春的传言是否属实 但当婚礼出轨 长期包养情妇 并非婚生子这一条 就已经在道德上有所亏欠了 尽管这并不触犯法律 但又如何对得起谭校长这个称号 而在唱那些深情款款的情歌的时候 校长的良心又会不会痛呢